在形形色色的网络诈骗当中 刷单诈骗最为常见 前不久 苏州蔡女士找网上兼职的时候呢 加入了一个微信群 群主称啊 会定期发布关注公众号 帮商家涨粉刷单的任务 这蔡女士呢 成功的操作几次之后呢 最后一笔电资四千多元 佣金和本金却迟迟不到账 她怀疑啊遭遇诈骗了 于是在网上搜索网警求助 随后却再一次被骗了 十六万七千七百元 关注的话是那个 就是反那个佣金 当时就是抱着试试看的那个状态 就弄了就是 就点了几个关注 然后看到她的确是反钱了 蔡女士说 前不久她看到一则网页广告 推荐兼职工作 就点了链接加入一个微信群 群主称会定期发布 关注企业公众号 帮商家涨粉刷单的任务 蔡女士试着做了几笔任务 发现真有反现 最后来了一笔大单 佣金好几百元 但需要电资四千多元 她也接了 但这笔业务不顺利 佣金和本金迟迟不到账 群主说是技术问题 要她别慌 然后就是说 除非你再往那个卡号里面 打钱打一万 或者说冲三万 然后你之前的那个四千块钱 才拿出来 然后当时就觉得 感觉好像是遇到了骗子了 蔡女士决定报警 但她没有去辖区派出所 而是网络搜索网警联系方式 网搜到一个网警微信后 蔡女士加对方好友 叙述案情后 对方表示 已经把骗子网站封掉了 因为相信对方正在帮自己追赃 蔡女士接下来对指令都言听计从 他就把我那个网上贷里面的那个钱 让我转到我自己的银行卡 要他们又做一个什么代码 说你放心 你这钱是转到你自己的卡里 我当时脑袋发热 就把那个网上贷里面的钱 给转到自己的银行卡里面了 十六万七千零钱 直到钱被分批转走 微信被拉黑 蔡女士才反应过来 又被骗了 匆忙赶到当地派出所报案 警方很快锁定诈骗分子的身份 先后奔赴湖南长沙 广东茂名等地 将科姆等多名嫌疑人抓捕归案 民警发现 蔡女士先后被两个毫无关联的 诈骗团伙各骗了一次 第一次损失四千多元 第二次因泄露个人银行密码等 损失高达十六万多元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在这里我提醒管道的市民 公安机关办理案件 不会通过网络电话形式了解案情 如发现自己被骗 请第一时间到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报警 老话咋说的呀 贪小便宜吃大亏 轻松赚大钱 背后就是陷阱 大伙记好了 所有刷单都是诈骗 发现被骗赶紧拨打110报警电话 或者是到属地的公安机关报警 报警立案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 千万不要轻信网站 社交应用上随意搜出的网警 网警